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 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 虽然有些狗血,但也算是近几年还能看的恐怖片 影片一开始一个捡垃圾的拿着一堆东西 不知道要去哪里,还听着刚刚捡来的收音机 就在他捡起一支烟准备抽的时候 被两只怪物杀死了 两只怪物竟然剖开他的肚子就开始吃大餐了 镜头一转,伟哥因为在书包里找到了失踪搬费的袋子 所以被大家欺负 老师竟然傻不拉击地纵容学生们闹 胖子女安慰他,他却把胖子女骂走了 他去找混子哥,问他为什么偷钱,还污蔑他 混子哥把伟哥打倒在地,还威胁他 伟哥拿着录音去找老师,可是老师根本不管 上课的时候,老师让伟哥去照顾一次社区的孤寡老人 还让混子哥和二混子和三混子陪他一块去 他们一起折腾了老人半天 最后来到了一个老军人的屋子 发现了老军人藏在床下的箱子 混子们觉得有钱可赚,准备偷走箱子 晚上他们来到老军人的屋子 他们砸开了铁链,带走了箱子 就在他们走的时候,听到有动静 原来是那两个怪物,吓得赶紧跑了 一出楼门,怪物就被车撞了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把怪物带到了游泳池 怪物活过来后,他们发现怪物怕光 然后就一点不害怕了,竟然还笑了出来 混子哥带他女朋友去看怪物 还想了各种方法折磨怪物 一天晚上,老军人穿上军装拿着大刀 跟怪物姐激烈对峙 最后一刀把怪物姐打下了楼 混子们和伟哥想尽了各种办法压制怪物 怪物虽然嘴被封上了 但好像在说着什么 他们还在实验室研究怪物的血液 后来伟哥发现 原来怪物是被人下骨才变成怪物的 混子哥女朋友还看着视频 给伟哥抽血喂给怪物吃 防止怪物饿死 夜里伟哥还给怪物做心理辅导 强行说自己是好人 跟混子哥他们不是一样的 再后来上课 有同学恶作剧伟哥 混子哥竟然帮伟哥出头 把恶作剧的同学打进医院 老师说他爸还在监狱 还说他是个人渣 这些话让混子哥气急败坏 他跑到游泳池暴打了怪物一顿出气 然后混子哥竟然想到了一个超级变态的计划 他把怪物的血倒进老师的杯子 还强迫二混子三混子和伟哥也到了一点 所以他们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 怪物的血还很厉害 没一会儿开始老师就开始变化了 因为阳光能晒到 直接就烧了起来 烧死了 伟哥因为害怕 所以混子哥的女朋友对他冷嘲热讽的 混子哥还说不会杀他 可这些让他更害怕 晚上一位同学在路边自动贩卖机买水 突然就被冲出来的怪物姐杀死了 学生们回家的时候 半路遇到怪物姐 一车人都被杀死了 包括混子哥的女朋友 所以混子哥很是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取了很多怪物的血 而怪物姐开始在学校肆无忌惮地杀戮 寻找着他的妹妹 混子哥准备用怪物的血引来怪物姐 烧死他们 他们还专门演习了一遍 晚上他们布置好一切等着怪物姐自投罗网 怪物姐也真的找了过来 可是伟哥一条信息暴露了三混子的位置 三混子扑街 二混子和混子哥也相继被怪物姐吃掉 最后怪物姐找到了怪物 而伟哥无力地站在怪物的后面 疯狂地解释 自己是好人 没有虐待怪物 可是无尽于事 最后伟哥还是被日出旧了 怪物姐跑去给怪物挡住阳光 还给他打开链子 这又能怎样那依然被双双烧死 活下来的伟哥把怪物的血 倒进了全班同学的午饭的汤里 唯独没有让开头安慰他的胖子女喝 最后的最后 所有人都死了 影片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真的是好人有好报 坏人早晚遭报应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欢迎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